南加州梅州客家同乡会在柔斯密市设宴欢迎梅州市市委副书记叶胜坤一行 当晚中领馆领桥组组长王学正、盛盖博市长廖清禾、盟市前市长陈李宛若、美华总会长李社朝、美国江苏总商会会长蔡成华、环球通信社董事局主席张勇、梅州客家乔包乡亲均出席了欢迎晚宴 叶胜坤副书记在会中表示这次的美加访问圆满成功温哥华之行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来到洛杉矶是为了宣传梅州招商引资与美国的企业家进行交流合作共创双赢 这次来主要是败费乡献、招商引资、宣传梅州、介绍梅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和沟通联络乡献的感情跟企业打交道 把企业引进到我们美洲来投资 派影实业来去撤退美洲加开经济社会发展 雄文盛会长在会中也表示 希望更多的美国商人去梅州走走看看 去旅游、去投资 参与梅州市的经济文化建设 我们梅州老家地方政府的代表团 叶胜坤副书记率领的五人代表团 从中国不眼万里的来到美国洛杉矶 来看望我们梅州客家老乡 同时也将在桥界里推荐介绍我们家乡梅州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 环球出现了 经浅华 可是 我们不能堵上